他們除了情緒低落之外 亦都會容易是比較猛疹的 可能很少的事情已經令到他們很容易激動 那除此之外 他們譬如在身體方面 他們會有失眠的問題 會吃東西吃得差 個人會經常覺得很累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精神科專科 張正平醫生和我們分享醫學專業知識 張醫生你好 你好 這次我們請到張醫生 集中為我們講解抑鬱症的成因和病徵 請問張醫生抑鬱症在香港相不相見 抑鬱症在香港是相對普遍的疾病 根據最新的統計顯示 香港有超過30萬的患者 而很不幸只有三分之一的病患者 有接受到適當的治療 我們知道正常人都會有情緒低落 或者心情抑鬱的時候 這些不開心的時候 怎樣和抑鬱症區分呢 一般的情緒低落 通常是有些外在因素影響到的 而那些因素如果適當地處理之後 情緒一般會改善 但抑鬱症不同的地方 有幾方面 第一就是抑鬱症的患者 未必有些外在因素導致他們抑鬱發作 第二就是就算外在因素處理了 他們的情緒低落都會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而第三就是抑鬱症的情緒低落 在他們生活上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除了情緒低落不開心之外 症的病人還會有甚麼症狀呢 他們除了情緒低落之外 亦都會容易是比較悶症的 可能很少的事已經令到他們很容易激動 除此之外 他們例如在身體方面 他們會有失眠的問題 會吃東西吃得差 個人會經常覺得很累 沒有甚麼精神 沒有甚麼動力 而在思想方面 他們亦都會變得比較負面 很多時會覺得自己甚麼都做不到 也會覺得擔心自己會否連累到其他人 甚至比較嚴重的情況下 他們會覺得好像沒有人幫到自己 將來好像沒有希望 而在行為上 他們亦都會變得比較消極 甚麼都不想做 只是想躲在自己的家 不想去接觸其他朋友 不想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所以在抑鬱症 會對他們的生活上 不同的範疇都會有一個影響 那在治療方面 有甚麼不同的方法呢 抑鬱症的治療 主要是視乎病情的嚴重程度 如果經過醫生的評估 覺得他們是輕微輕度的抑鬱症 病人可以選擇藥物的治療 或者是心理的治療 但是如果病情去到中度 或者嚴重的程度的話 那就一定需要用藥物的治療 配合一個適當的心理治療 去達到一個最有效的治療 很感謝張醫生今天的分享 再見 再見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